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世界的社会学家都对人类目前的状况深感忧虑 他们观察到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 人的身心越来越痛苦 天天频繁地制造烦恼和恶业 如果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就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 大家认为应当邀请国际刑警去 人们的内心世界追捕黑手党的党魁 这个太难了 这个刑警是没有用的 还是要佛法的善知识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刑警很快就进入了黑手党的工作中心 五方大楼 发现有一座指挥中心 在五方坐着五个兄弟 名字叫做掩食 耳食 鼻食 蛇食和生食 它们各有一个对外的窗口 收集一切外来的信息 掩食 取这个长短方圆 轻黄吃白 耳食听高低粗息的声音 鼻食嗅香 臭的气味 蛇食 品尝 酸甜 苦辣 生食 醋 软 硬 冷热等 国际刑警捕捉了它们 并盘问是你们五兄弟让人类执着长法 起烦恼造业吗 只听到下面一阵字字啊啊 原来五个都是哑巴 从它们摇头摆手的表情看出来 它们表明自己是无辜的 既没有见到长也没有散布长的邪论 经常仔细地思索 事实确实如此 五个哑巴工作不做分别 那它们是老老实实地取外敬 来了什么就接受什么 外敬的五层在刹那刹那出现时 它们也是刹那刹那取敬 敬和实一一对应 敬是什么就了别什么 比如听一首歌时 歌声刹那刹那生命的同时 耳食也是刹那刹那地取歌声 五兄弟都是这样 不做手脚不动歪脑筋的老实人 经常仔细分析感觉在他们背后一定还有幕后的操纵者 仔细一检查发现五个兄弟的工作台上都有一根线 连向指挥中心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经常推开门一看 里面坐着一个瞎眼的老巫婆 名字叫第六分别意识 最近它正在不断地发出各种常驻的信息 它在后台这样分别判断 这是永恒的 这是坚固的 这是不变的 还是那个人 还是那座山 而且一清它分别就出现很多贪嗔痴的小鬼 驱使人的身口已不断地照应 他身边有很多小鬼啊 警察一把就抓住了老巫婆 原来黑树狼的党魁就是你老巫婆十分狡猾地说 我只是瞎眼的老太太 跟在五兄弟的后面 在他们施起外境的时候呢 我认为这些东西前前后后都是一样 我就说它是常驻的 有识意的 我犯了什么罪呢 警察说你是瞎子 并没有看到事物的真相 你有什么资格胡乱下结论呢 你把人心蒙蔽了 在当下正显现的时候 是你在后面捣鬼 你带了一个长的种相 遮住了人们的灰眼 让人们生起贪子 完全忘记了要解脱成佛 反而把一切精力 用在追求世间法上 粗大的 如果执着名利 恭敬物质 享受常有 就生起猛力的贪心 如果障碍你获得 就生起猛力的称心 不知道这些法 刹那就坏灭 毫无实意 只有落在 长指的鱼翅当中 总之 因为忘记 当下一刹那的法 具有实意 使得内心的 我慢 记住 竞争 失落 等烦恼 像破流一样 相续不断 天天增长 感受恶趣大苦的恶言 不去 需求解脱成佛 他在经常说了这些话之后呢 老妇婆的真实面目 已经被曝光了 人们开始 发现自己原先 最信赖的总指挥 原来是个瞎子 尖疯子 他除了一无所知 就是指挥 胡言乱语 老妇婆自己 直到自己大事已去 就化作一道黑烟 消失在虚空中 原来这是一个虚妄的分别 从此以后呢 五方大楼的指挥中心呢 换了一名叫做 妙观察的分别的意思 他客观公正地衡量万法 让人心远离迷惑 去向觉悟 妙观察制 换了制 有智慧的 这个人呢 每当有违法出现时 他就及时地发出 这是刹那面 无实意的提示 从此呢 全世界止息了一切动乱 人心重新苏醒过来 那么不再贪着 有违法 一心去向解脱和沉破 也就是这个第六诗呢 就是一个瞎子 是鱼翅 鱼翅代表瞎子 因为鱼翅呢 就胡言乱语 那就把它换掉 换了一个明眼人 就是代表智慧 妙观察制 能看清事情的真相 叫智慧 那么那就不执着了 不着相了 这个第六诗 他主要是原因 还是他自己是瞎子 他这个瞎也不是完全瞎 他还能看见一点 他就以为是常有的法 他没有瞎透 他只是高度近视 还带闪光 这样呢 就看不清楚事物 然后他自己愚赐 换了一个明眼 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那前五诗呢 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他成佛了以后 叫做成所作至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五诗就不是诗了 也转成了智慧 但是这个转成智慧 要到成佛的时候 要到果地上转 这个前五诗和第八诗呢 是果地上转 才能转成智慧 没有到实地菩萨转不了 这个前五诗的 它那个分别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叫诗 分别是诗 无分别是诗 前五诗也是一种分别 那它这个分别呢 其实还是第六诗 在里面起作用的 第六诗参与了 前五诗的这个产生 那我们看看五诗的 升起前五诗的 是要九语 八语和七语 那升起眼诗 要九种因缘 那么体重有 第六诗要参与 所以说呢 这个前五诗 还是这个意诗在 在后面可能倒轨 这个老巫婆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知道要先把老婆 巫婆给换了 从修行的角度来说 就是先把第六诗和第七诗转了 把它换掉 破了我诗 然后换成妙观察诗 然后这样开始修 修到后面第八诗 最后成就的时候 第八诗和前五诗 也能过地上再转 这修行是这么一个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 我们接着讲 后面讲的这个呢 我就不做太多的解释 人们认为 障碍瓶子常驻的 即是锤的灭音 以其能力瓶成为无常 而在未遭遇 彼音期间 这是常驻 这是凡夫呢 认为一切外在的事物啊 在没有破坏之前 就是常驻的 就像我们说 人没死的时候 就是不变的 有个不变的我 死了以后就没了 凡夫呢 就是认为呢 一个事物啊 从产生的时候 虽然它中间 有一些变异 但是我们都是认为 这个事物还在 除非它化为乌有了 我们就认为 就是没了 这就是凡夫的这个执着 那这锤子把它砸烂了 那就是这个瓶子就没了 它其实也没有断面 是吧 这个瓶子是没了 但是呢 这是瓶子破了 是吧 它要不是叉异性的话 你是锤不破的 就是因为它本身 就是叉异性的 然后在作用的时候呢 它就会就是破裂 那么呢 这个凡夫呢 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我们这个 菩萨们呢 就破斥它 破斥它就是不然 凡是从能生 自己的因中 所生的法呢 自生法尔刹那 灭骨 灭不需要其他的因 观察这个 能从自己的因中 所生的法 自生呢 就是法尔刹那灭骨 这个因是刹那性的 那么果就是刹那性的 你看 以这个锤子 砸令瓶的相续 不能安住 并不是瓶子本身藏住 以锤方毁 若是藏 这无法毁坏 若是藏的话 就是不可能毁坏的 无法毁坏 藏法是不可以毁坏的 在印度佛教中 有一个伟大的 叫法称大菩萨 他在英明的著作中 做了出了一个 惊人的结论 就是在观现世量力 永远见不到藏法 这个理由是 能见的心时 是刹那性的 也就是说 分别时 是刹那千变的 他一千变 他当中的现象 自然跟着千变 就像梦星念念千变 梦境也念千变一样 由此就知道 我们的分别时 从没见过 两刹那一样的事物 就像放电影 放映机的马达 在不停地转 放映的画面 能找到 两刹那相同的画面吗 找不到 总之 安利一个法是常驻 最起码要见到这个法 在后面的某时 和前面相同 但我们的分别心 在两个刹那时的 现象毕竟不同 所以在分别心的境界里 永远见不到 两刹那相同的法 其实呢 我们在无量界中 根本没见过 微习存的常法 但我们都认为有常法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自己的意识错乱了 现在应该明白 这是因为 心时刹那千变 时所显现的 生罗万象 无一不是刹那无常的 因此呢 我们心前的万事万物 在刹那性上 得到了前盘的统一 即使是分别心 所见的佛的色身 也只是刹那性的形象 为什么呢 因为佛的色身 也是众生分别心前 显现的影像 哪里有常驻的体系呢 所以呢 爆化非真佛 爆身佛也好 化身佛也好 它也是有相的 凡所有相 就是虚妄 都不是真佛 以后你们看到 释迦摩尼佛了 要看到这个化身佛 不要那么激动 不要太激动 看到爆身佛 一样 也不要太激动 你不要以为 你真见到佛了 你见到的 有可能是 你自己变的 天天盯着佛像 看 看久了 是吧 你不看佛的时候 眼前也有佛的影子 所以说呢 这个 自己天天想 在那个佛 是你妄想出来的 不是你修出来的 你修行修出来的 那个 虽然是幻化的 但是呢 那还真是佛的 这个愿力显现的 还有 那还是有用 就怕你是这个做梦 完全是颠倒梦想 所以爆化非真佛 不要那么激动 一切有效的东西呢 都是刹那无常的 甚至更进一步 都是空的 都是空性的 那法身 说的说 法身是真佛 法身也不是真佛 为什么 所以说 非有法身是真佛 佛没有真的假的 哪有佛还有真假 没有这个事 佛是非真非假 因为佛我们都说了 我们这个 非长非断 非一非 那它怎么是有真假呢 那佛谁说 佛是要将法身呢 就是超越有无 超越真假 既然超越有无了 当然是 根本就不能说真假 那不属于真假 不属于我们的想 这个人的意识范畴 我们前阵子 学中观就知道了 中观的境界呢 是不可思议的 不许打妄想 所以说呢 学佛呢 学到后面 就是不许摸妄想了 有人说 报身化身是无常的 法身和一切种子 总该是常租的吧 在观现实量里 所见的 所认为 所观想的 不论是法身 或者一切种子 除了只是 刹那性的影像之外 绝不会有常住的法 这就一概否定了常法了 在分别性的境界里 连无上的一切种子 都不能说是常住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种子 是你的分别性呢 这不是真正的种子 是你的分别性里面 所认为的一切种子 一切种子呢 在这个地方呢 不能说是常住 当然也不是断面 它是非常非断的 不能够用常住 这样的概念 来给法身也好 什么常住 一切种子来定义 如果是常住的话 那就不会变了 不会变 那拿来的是 万事万物从哪里来 所以说万事 这个一切种子 要起一切妙用 它怎么可能够 是常住的呢 常住的就起不了用了 那不变的东西 起什么用 那死的 不会变的 它什么作用都不用 一点作用都没用 那还要它干嘛 这个就很简单 然后那平自身 是刹那灭的自性 由最后一刹那 为进取因 铁锤为具有缘 而出现碎片阶段 如同由泥为因 手运作为缘 从中产生第一刹那为瓶 那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瓶子 开始因缘 和和的时候是 泥为因 与手运作为缘 然后还要烧一下 产生的这个瓶 那最后呢 也是同样的 因缘散掉了 那么呢 瓶子就没了 那么从这里可以知道两点 一 只有在刹那性的法上 才能安利因果 因为你要是常驻的法呢 就是没办法安利因果 刹那性的法上 才能安利因果 一切显现呢 只是缘起生的自信 缘起生 前前后后 一直是因因缘生果 都只是生了一个法 而不是灭了一个法 其实呢 法呢 这个法呢 其实从来就没有生过 也没有灭过 因缘和和 我们就是甲利为一个法 就是给它贴个标签 甲利一个法 这个法其实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们呢 就是给它安个名 甲利 因缘善的时候呢 其实本来这个法也不存在 也没有善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固定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那个瓶子是 在我们脑袋里 就是一个法 是一个常驻的法 这样的话呢 才有生灭的问题 然后坏了就说灭了 那中间是常驻的 这凡夫就这么理 反正就是对事物 都是这么理解的 那 那的生死也是一样 从无死到今天的漫长流转中 每一个刹那的显现 都是因缘何何的现象 这其中没有人产生 也没有人死亡 就是一切都是因缘 就像空花一样 是吧 前现的时候 它并没有 其实并没有任何事物产生 但是凡夫 在这个凡夫的境界里面 有因有果 这个果呢 它就是有个常象叫果了 有个因也是常象 所以呢 因呢 那肯定是有个不变的东西 我们叫因 那缘就没有常象 因缘生果 果又成因 因又生果 那么呢 我们凡夫呢 总是觉得 是说常 讲到因果的时候呢 这个常象就在里面了 其实呢 要讲缘起 不讲因果 讲缘起法 就没有常象了 这讲缘起 当下就信空 那就没有常象 缘起的时候 万事万物 万一切 这个 分凡的现象呢 其实里面什么法 都没有生过 那就是凡夫呢 就制作这个是 生了那个又灭了 其实什么也没有生过 就是自己颠倒妄想 我们再检查 那上面的观点 会发现这些观点 多么荒谬可笑 观点一 铁锤毁坏了 常驻的陶瓶 使陶瓶变成无常 这是把因缘生果 看成 以缘毁灭了常法的因 观点二 铁锤毁坏了 刹那性的陶瓶 自然产生碎片 这是把 因缘生果 看成 以缘 毁灭了 因的同时 无因 产生了一个果 观点三 铁锤 既制造了瓶子的毁灭 又生起了碎片 这是把 因缘生果呢 看成以缘 同时制造了 无事的 灭法 和有事的果 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那么呢 因缘生果呢 这也是一个假象 因缘所生法 所以主持人说 我这就是空 这都是一些假象 因也是假象 果也是假象 缘也是假象 尽管如此 由铁锤中 能中断 陶瓶同类 不断 而生的相续 也起名为 灭瓶之音 那这里有个瓶子 有灭的这个象 那事实上呢 这还是繁复的分别念 其实就是 叶 这个事物相互作用 产生了一些变异 并没有 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执着 这个逃贫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 发生的事情 这个逃贫可以 如果是个文物 可以吃一亿 一个亿 那要是谁打谁了 你要他赔了 要打官司了 那甚至要杀人 都有可能 一个亿啊 那其实呢 就是个破瓦罐 对我们来说 一分钱都不值 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它 没有用啊 有什么用啊 那这个都是一些假象 虽然按出相续无常的现象说 以吹灭瓶并没有不符合意义 但不了之细法性无常 而认为平其间常住 仅以其他灭阴而无常 则只是错乱而已 因此呢 由不同的因缘 集聚而出现的 同类或不同类的事物的阶段 一切都是圆起身的自信 以一组组刹那而持底案例的 同类或者不同类的事物 一切都是圆起身的自信 这里说得很清楚 圆起身 推药广自 释放三世的情世界 还有弃世间的现象啊 独自是圆起身的刹那性 万事是什么事情 事实上都没发生过 因为圆起身本身就没有事物生 也没有事物灭 就是万事万物看上去 有各种各样的现象 这种现象呢 我们人为的执着它 有助 那么就认为它生了 然后这个坏掉了 就认为它灭了 那么就变成它有生灭了 其实呢 连生灭都没有 哪里有生灭啊 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 有哪有 根本就没有关系 没有生灭关系 是吧 并不是前一刹那 生了后一刹那 刹那的法 那前一刹那的这个象呢 它也不是无因而生的 也不是有因而生的 那它就没有生过 它只是一个圆起法 只是我们自信的一个作用 你要执着它 有时间相 你就是还认为 它是有刹那生灭 如果超越这个时间相呢 就是刹那生灭都没了 刹那生灭都是个假象 还有生灭嘛 就是还是个假象 在这个 一刹那里面 你看这个事物 你要说它生了 这个事物怎么生的呢 从哪里来呢 无因生 是自生 我们说这个事物是刹那生灭 那既然说刹那生灭 还是有生有灭 那在一刹那当中 它是怎么生的呢 它是自生 还是他生 还是自他和何生 还是无因生 都不是啊 我们都学过中观了 这个一刹那生 既不是自生 也不是他生 还不是自他共生 也不是无因生 那么说 那既不是自因生 也不是无因生 那这个事物就没生 不是无因生 无因生呢 那行 无缘无故就生一个东西 自己会生出来 那不可能 那有因生呢 刚才也说了不对 是吧 有因也不是 无因也不是 那就没生啊 那说明这个生 只是个假象啊 只是一个 作用显现 没有生过什么事物 也没有灭过什么事物 那么呢 就是刹那生灭呢 也是 也是一个假象 在我们凡夫的境界里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 那么高的智慧 就是说这个眼睛 还没那么亮 看不到那个 更深层次的 那个不生不灭的心 那我们只能先看到 刹那生灭 然后在刹那生灭里 再往里看 看刹那生灭的那个 内部 最后 我连刹那生灭 都发现 它也是一个 加厉的 所以说 我昨天说了 诸心无常 也不是究竟的真理 它是个相对真理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眼 没有那么亮 看不清楚 不能直接 观到这个无生 只能看到 刹那生灭 现在我们连 刹那生灭都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都是 出大的无常 出大的生灭 出大的生灭 就麻烦了 在这个出大的 生的过程当中 它还没有灭之前 我们就认为 这个事物就常住了 是吧 出大的生灭 就活一百年了 就是 就等于生了一百年了 死的时候 才算是灭了 是吧 那这个事物 没究竟毁灭之前呢 你就认为 这个事物在常住 是吧 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从生下来 它是谁 就是到老了死的时候 还是那个身份证 还是那个 虽然相片上 能能再换 但是这个姓名不能变 它的财产不能变 它的这个 各种身份都不能变 它是谁 原来干过什么 都是它 是吧 我们就是制作的常 还是制作的常 虽然在变 有些东西在变 我们重视认为 它有个东西是不变的 这就是我们反复 我们在错 第六意识 错觉 愚痴 你看这个 第六意识 真的很愚痴 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它总是颠倒 设议 总的来说 如是万事万物 呈现了 从因中 心生 看上去是有因的 从因中心生 有因 牵引 之间 同类相续 不间断地安住 还有因 牵引 以及在因 退失的时候 同类相续 也最终断灭的 生住灭 三项之性 而且 这不关在其他的因 自己 反而不住 第二次 的无常性 也为诸圣者 所召见 这说得很清楚了 叫做相似相续 有为法 呈现了 生住灭的三项 这三项 那么就是 相似相续 那么凡夫 就制作 它为常 有为法的 细法性无常 甚至于其限量 造建的事实 那就是 西无常 一切凡夫 只是以理通达 不是以于 其限量造建 于其就是 深入禅定 限量造建 这个事物的 它难生灭性 如是 如教中所说 是以 是 事理 成立的 教是 以正量 成立的 佛的圣教 佛的教法 用限量 比量 教量 观察 没有丝毫 够然 是清净的圣教 其他的外道 都有染污 是 事理 就是事物 必然 如此成立的道理 第一个是 事物的事 第二个是 事理的事 必然如此成立的道理 就是 事理 事呢 就是随顺 道理 就是 跟道理相吻合 你看 事的上面一个值 下面一个力量的例子 就是 业了 造主的业 事和理呢 就是 不二的 这里讲 再讲 推遍 外戚 世间无常 内有情界无常 若 作如是观察 即使 外戚 世间的 风水地 以及 虚明山 金刚 石 等的 坚固 事项 也全部 是由 最有情的业力 向空中的浮云般 最初形成 暂时安住 这个安住呢 是同类相续 延续不断 这样的安住 同类相续 并不是真的安住 最终以火等 坏灭 而于虚空中 化为乌有故 世界最后就是坏灭 这个世界 气世界呢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那气世界呢 来由是 由诸 有情 业力 这个世界呢 是众生的 共业 有情的业力 共同的业力 形成的 然后呢 有生诸 灭 三种相 因缘 过去了以后 那个业力 消失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 也就会 散掉 那么呢 像浮云 那我们这个世界 在空中飘着呀 你看那个银河系的图 就像一块浮云 飘在空中一样 银河系 是有一千亿个恒星 银河系 就像一块浮云一样 飘在空中 最后也会化为乌有 大浮云 虚弥酸算什么呀 虚弥酸太小了 一个小世界 我们这个银河系 可能就是个 三千大千世界了 在佛经理讲 应该是 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一个银河系 这个西米山太小了 西米山这个小世界里面的 一个山而已 它能待多久 太短暂了 西米山从重生到毁灭 很快的 跟银河系比起来的话 那就刹那间了 是 很快就没了 第三 推理 就知道有哪条理由 推出七十件的万物 是刹那心 前自曼弗兰波切 在进行引导中说 对于一切情细时间 世界 所具有的 形成之后 坏灭的相障 外界 世纪的 千变 内有情 由少至始的变化 从高到低 由胜了 虽然由乐之苦 凡是自他 所见所闻的 种种法 一起诸行 犹如闪电 水泡 浮云般 千变的现象 乃至尚未 对此生起 明确的定解 就要 持续不断地 关修 要关修 持续不断地 关 从大到 银河系 宇宙 然后小到 我们的内心 的 心心念念 一切是 我们都去 关他的 刹那无常 就是观刹那 无常也很好 关 你不会关 我教你个办法 你就把那个眼睛 就是一直砸 砸得越快越好 你可以练 练到一秒钟 砸好几下 无常观就生起来了 是不是 因为没刹那 都是新生 你没砸一下 眼睛一睁开眼 那个失误又产生 新生 又闭上 你看 一刹那 开一次眼 那你的 这不就是 无常观就生起来了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的眼睛 没有 没有闭上 它也是 刹那刹那 这样子 在生灭的 你闭不闭 它也是 刹那刹那 生灭 你看 里面对 观修无常的方法 修量 和观修要 具体化 要持续不断的方面 都做了明确的交代 在观修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 通达 细无常的法义 这就要精进的听闻思维 对我们来说 现在欠缺的是 有质有量的思维 这一环 有质有量 总之 我们需要做具体的观察 通过千百次 努力的观察 来隐身 无常的定解 这样才可能 把无常观测到 方方面面 由此彻底的 宣翻常指 彻底的宣翻常指 在任何时候 都不要有常指 看到任何事物 都是看到它的刹那性 任何时候 你起了常指 马上就要 用智慧来观察 其实我们 时时都在起常指的 所以说 修行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说观无我 你观无常 你都没观到来 你观无常 你到任何时候 你都没有常指 对任何事物 都没有常指 你什么时候 你断过无常指 你们自己观察一下自己 到一个地方 就开始生常指 哪怕坐在那个地方 都会生起常指 见什么都会生起常指 哪怕保持两刹那 也是常指 就像小时候 吃雪糕一样的 就生怕它吃完了 就慢慢地吃 不敢咬 慢慢地吸 又常指了 怕它没了 是不是 等于一会儿就没了 就不敢 挡不住 你不吃它也化了 这是你看 这小时候就修无常 这样修 但是我们还是有常指 不希望它变 就是我们不希望它改变 这就挡不住这个改变 这就是痛苦 痛苦就从这里产生 我们什么叫贪 贪就是希望它不变 这叫贪 贪着 就是希望它能够保持住 不要变 我们现在也是希望任何事物 都是贪着的事物 就是说不要变 不要变 你能叫你的心不动吗 这啥修法 是常指 心本来就是要变的 知道它变就行了 你要它不变干嘛 你不变 你不是死定 你要让它变 然后呢 知道它在变 不让心动的 这个不叫修为心 心是会动的 不让它动 但是呢 我们呢 要去除这个常指 不要执着常有就行了 你不要执着它就行了 它怎么可能不变呢 让它变 变得越快越好 变得刹那身边了 最后就变得 到了刹那身边的时候 再灌 就空到了 就灌到空性了 就彻底宣翻常指 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 这样看到任何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人 任何自己 就知道都是差那性的 所见 所闻 所思 所想 没有 不是差那性的 我们学习诸行无常 按这样 由听闻转入思维 由思维转入休息 就会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观无常修的好多人 身材就长得高大 为什么小时候呢 老是执着之常啊 不想变 它就长不高 观无常的人呢 长得可快了 那正长个的时候 要会观无常 你肯定长得很高的 对呀 他一观无常 他就长个啊 是吧 你要执着它长 你老是不想让它变 它就长不起来了 这你看末法师代 人是越变越小 就是这个原因啊 就是长指 它越来越重 执着心越来越强 当然是变不大了 我们现在讲解了 我们现在讲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